自2019年1月,香港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启用后,西九文化区第二个表演场地自由空间演绎落成。 5月29日,香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宣布,自由空间将于6月中正式启用。 自由空间坐落于西九文化区艺术公园正中央,拥有室内和室外表演场地,由三大部分组成。 大河是香港最大的黑河剧场,楼面面积约678平方米,可容纳450个座位或900个站位,可用作戏剧、舞台剧等多类型演出场地。 戏盒和盒子两个多用图空间则满足小型演出的需要,未来可在此举办讲座、工作坊、影片放映、作品展示等。 自由空间内的咖啡厅将定期举办各类型的现场音乐表演,与自由空间相匹林的海滨长廊,亦将于2019年年底全部开放。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百志高表示,自由空间租金合理,以大河为例,租给艺术界的租金分别为9小时6千元、14小时9千元,租给非艺术界的租金为2万元。 今年大河档期已经全部租出,开始接受明年和后年的预定申请。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表演艺术总监方美昂介绍,大河开放后至明年4月将迎来十多场来自世界各地的演出。 表演形式丰富,有音乐会、话剧、舞蹈、戏剧、爵士音乐节等。 届时还将在自由空间和艺术公园内举办免费的户外表演、工作坊、西九101讲座等活动,丰富公众生活。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唐英年在致辞中表示,自由空间的形式符合现在香港人的生活节奏和气氛,希望能不忘初心,继续将西九打造成为最有活力的文化区。 三个盒子就是一个空间,一个自由,表达,表演,打band,做任何的活动,一个自由空间来的。 其实这种形式,我希望也相信现在很符合我们香港人的一种生活的节奏和气氛。 因为我们现在香港生活是一个非常紧臭、高压、快速的一种社会来的。 我相信很多人都今时今日都会很欣赏和享受到,可以较慢一点脚步,将生活的节奏较慢一点,买杯咖啡,买杯饮品,三两枝多,可以大家休息一会。 我们希望能欣赏一下自由的空间,我们会继续是我们的无忘初心,打造一个全世界最有活力的文化区。 据介绍,西九文化区设有戏曲中心、演绎综合剧场、自由空间和M家视觉文化博物馆等。 其中,M家视觉文化博物馆预计将于2020年3月竣工,演综合剧场将于2023年落成。 建成后的西九文化区将其艺术、教育和公众空间于一体,成为世界级的文化区之一。